午夜拍案惊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光投向了死蝙蝠 人类本来就是杂食洞 一旦饿极眼了 没什么不能吃 英子说 他小时候就跟他爷爷在深山老林的洞子里吃过蝙蝠 那一年起了山火 又赶上了罕见的饥荒 山里大点的动物都跑得没了影 人们就吃地鼠 吃蝙蝠 吃蝗虫 吃草飞机 蝙蝠的筋 脆骨是很好吃的 有嚼头 石洞中的这些猪脸大蝙蝠 瘦骨临循 长得太过猙獰 凶恶 活吞就像一只只吸血的恶魔的干尸 对他们的肉好吃这一说法 我和胖子只保留意见 但是为了生存 顾不上那么多了 想生火烧烤 那就得回格纳库 那里有很多的木箱子可以做柴火 当然棺材板也可以烧 但是吃用棺木火烧烤出来的肉 这事儿多少还是有点不能让人接受 于是胖子用身上带着的绳索 挑了五六只肥大的死蝙蝠 拴住了脚爪子 继成了一串 拖了就走 这其中也包括那只超大的蝙蝠王 回到了格纳库 把那包着同男同女的大衣放在一边 鹰子取出了短刀 切掉了蝙蝠那丑陋的脑袋 没有肉的爪子 又开膛破肚 最后胡乱包了包皮 我招了一大堆木箱子 用脚踹成了木板子 又取出刀子削了一些木屑 拿火柴点燃了木屑引火 胖子在旁边协助 蹲在地上 拢起手来吹气 助长火势 然后又找了几把步枪上的刺刀 挑住了蝙蝠 架在火上烧烤 胖子皱着眉头 他很不愿意吃这种东西 鹰子说 不难吃 你就别想这是蝙蝠 你多嚼几下 就跟羊肉差不多那味儿 我倒不在乎 蝙蝠不就跟老鼠一样吗 部队在陕西演习拉链的时候 我吃过很多次地鼠 睡鼠 飞鼠 田鼠 花梨鼠等等各种老鼠 味道都差不多 肥肥瘦瘦的五花三层 确实跟羊肉差不多 不过这蝙蝠肉还真是没吃过 猪脸大蝙蝠是温血动物 没有太多的脂肪 不易久烤 看肉色变熟 我先尝了一口 这肩膀的肉啊 挺脆 里边有不少肉筋 脆骨 绝没有羊肉那么好吃 但是的确很有嚼头 胖子见我吃了 也捏着鼻子吃了一口 觉得相当满意 当下风卷残云 吃了一只 意犹未尽 又把那只最大的蝙蝠王穿在刺刀上烧烤起来了 我们吃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 从胖子的头上的屋顶处 滴下了一串黏黏的 亮晶晶的液体 正好落在了胖子的脸上 胖子吃得兴起 见脸上湿漉漉的 随即用手一抹 说 哎哟 我让 哎哟 这谁他妈的 留这么多哈喇子 留留老头上 话一出口 他自己也觉得这话 问得有点不对劲 这个地下药塞里只有三个人呢 我 鹰子 都坐在他的对面 我们两个就是再有本事 也不可能把我们的口水流到他的头上去 三个人都觉得奇怪 同时 抬头 向上看 究竟是什么东西流下的液体 以弹药香碎片 燃起的火堆 将周围照得通明 火光所不及的远处 仍然是一片寂寞的漆黑 就在我们头上的屋顶 火光跟黑暗交接的地方 弹出了一张 极大的人脸 那脸比普通人的大出了一倍 白得像是抹了面粉 没有丝毫的表情 看不出是喜 是怒 鹰勾鼻子 一对血红的怪眼 他紧紧地盯着胖子手中的烤蝙蝠肉 他的嘴唇又厚又大 向前突出 他张着黑洞洞的大嘴 他血红的舌头有半截挂在嘴边 他的口水都快流成壳了 一滴一滴地从上面流下来 这张脸的主人 脖子很长 皮肤又黑又硬 由于地下格纳库的顶棚很高 他的身体都隐藏在火光照射不到的黑暗里 只能看见他的脸和一截脖子 他似乎对我们吃的蝙蝠肉很感兴趣 想要铺下来抢夺 却惧怕下边燃烧的火焰 因而迟迟地犹豫不决 不过看样子 这烤肉的香味 对他的诱惑太大了 已经按耐不住了 随时都要从 倒悬着的屋顶上 跳下来了 这个人 是人是怪啊 我们三个人抬起头 这么一看 都是又惊又喜 我虽然不知道 那东西的来头 却看出来 它是想吃蝙蝠肉 我们一共从石洞中带来 五只大蝙蝠 鹰子和我各吃了半只 胖子一个人就吃了一整只 还剩下三只 胖子把那只最大的蝙蝠王 分成了三份 将其中一份 用步枪的刺刀穿了 正架在火上翻烤着呢 不过在此之际 哪里还顾得多想 我见胖子被头上的那张 没有表情的脸吓得呆了 我急忙一把夺过他手中 穿着烤着肉的刺刀 举起来 在那张怪脸前转了半圈 用力地丢在了一边 我使的劲太大了 反倒没有丢多远 蝙蝠肉从刺刀上甩脱了 落在鹰子身后不远的地方 还没等鹰子回头去看 就有一只体型巨大的野兽 从屋顶上跃了下来 一口将蝙蝠肉叼在嘴里 连嚼都没嚼就吞下去了 接着火光 我们瞧得清清楚楚的 原来那动物不是人 它的脸就像沸沸一样 酷似人面 脖子极长 身体的大小和形状 像是狗熊 但是没有狗熊那么笨重 它的身材显得稍扁 后肢成公形 又短又粗 它的前肢又长得出奇 行动的时候 可以扒住墙壁的缝隙 悬挂在上面 瞧它的动作 在平地倒不如 在墙壁上爬行来的自如 鹰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 我和胖子曾经在动物园 看过它的图片 它一露出全貌 我们立刻就想起来了 这个 是草原的大地塔 没错 就是这个东西 草原大地塔 生活在草原深处的地下洞库中 它主要分布在南美 非洲 外蒙的大草原上 同样是地塔 它不同于生活在丛林中的丛林地塔 与它的远亲树塔 差别更大 草原大地塔 更多地继承了地塔的祖先 冰河大地塔的特性 体型格外的大 主要以肉食为生 很少在阳光下活动 最喜欢捕食大蝙蝠了 草原大地塔的猎食方式 是以静制动 它很少会主动出击 它们静静地隐藏在黑暗里 一动不动 有时候一潜伏就是数天 不饮不食 等有动物从身边经过 这才突然闪电式地伸出了大嘴 一口就吃掉了对方 刚建国的时候 非洲的兄弟国家 曾经送给北京动物园一只 但是这只对他 他不适应北京的生活环境 没过多久就死了 我和胖子 以及一些同学 去北京串联的时候 与我们胜利会师的北京红卫兵 带我们到处乱转 在动物园里 见过装草原大地塔的巨大的笼子 笼中的草原大地塔已经死了 只剩下空空的笼子 我们看见一只庞大的空笼子 还有几分奇怪 就特意多看了几眼 笼子上呢 有它的介绍和图片 时隔多年了 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很深的印象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在关东军的地下药塞里 也碰上了这么一只 还是这么大的一只 想必它是追踪猪脸大蝙蝠来到这儿的 这药塞中的大蝙蝠难以计数 我们只见到一个石洞中的超穴 就不下成千上万只 药塞纵深几十公里 说不定就在什么地方还隐藏着几窝 它皮草肉厚 在皮肤下面有许多的小骨片 就像穿了盔甲 成年以后 它的这些盔甲是牢不可破的 凶恶的猪蝙蝠 虽然可以轻而易举的撕破牛羊的肚皮 却伤不了草原大地塔 就算在它身上抓几下 对它来说也是不疼不痒 这里没有它的天地 又有无数只猪蝙蝠 大蝙蝠可供捕杀 正是得其所在啊 不过 不知道草原大地塔这么大的体型 它是如何进入药塞的呢 有可能地震 身体塌方 导致地下药塞出现了一些大的裂口 它就是从那爬进药塞内部觅食的 如果找到那个入口 我们应该也可以从那出去啊 从房顶上跳下来的草原大地塔 吃了蝙蝠肉 伸出了长长的舌头 舔了几圈嘴 显然这么一块肉 填补满它的胃口 而且勾起了它旺盛的食欲 盯着我们三个人 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在地下使界 它就是国王啊 在双方对峙的这一瞬间 我的脑子里转了几转 地下药塞的地形 以及对付野生猛兽 这些事对我而言有点陌生 是不是要先下手为枪啊 冲锋枪就在我的手边 但是百式冲锋枪的杀伤力是很有限的 草原大地塔的骨皮最抵挡 别再打蛇不成反被蛇咬啊 把他惹得恼怒起来 却没有把握能够脱身呢 日军的油板式步枪 船头里很强 应该能够干掉这个草原大地塔 只是我们只是拿了几把刺刀 先前装填了子弹的两支步枪 都放在二三十米开外的地方 必须有人引开这个草原大地塔的注意 我才能跑过去拿步枪 这么一来一往 需要一段斩断的时间 草原大地塔离我们的位置 现在可是太近了 联想了几个念头 都没有什么把握 这个时候胖子站在原地 小声对我说 我说 老虎 我记得这个东西 他只吃温血和冷血动物 他不吃人 依我看 没事 说完他用脚 轻轻地把死蝙蝠 踢向草原大地塔 那意思好像是 这都给你 赶紧一边吃去 别找我们的麻烦 谁知那草原大地塔 瞧都不瞧 那死蝙蝠 倒是对着我们 不住地流口水 胖子转过头来问我 我说 他怎么不吃啊 盯着咱们呢 好像有点不怀好意啊 我不敢分心跟胖子说话 我紧紧地注视着草原大地塔的一举一动 只要他有攻击的企图 那我只能先抢在他的前面 捡起地上的冲锋枪 给他来一缩子了 鹰子说 咱们 咱们都吃了不少烤蝙蝠啊 他大概是 把咱们当成了 当成 蝙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 那只草原大地塔 已经忍受不住蝙蝠肉的香味 一步一步地向我们逼过来 凡是野生动物 均以生肉为食 因为他们天生就没有吃过熟肉 一旦吃过一口 那熟肉的滋味 对他们来讲 那可是最大的诱惑了 我发现他行动迟缓 觉得不一定跟他搏斗 还是跑吧 我招呼另外两个人一声 三个人转身就跑 刚跑出了两步 就在这个时候 脚下被一件硬物扳倒了 这一脚把我摔得 可喜盖都险些摔碎了 连胖子 鹰子 也同时摔倒在地 我暗自奇怪 什么东西搬得我呀 倒地的同时 向地面上看了一眼 地面平整 哪有什么半倒人的东西呀 轻炼一动 对了 光想着逃跑 那对同男同女的尸体 却没有带上啊 莫不是鬼斑脚 草原大地 他大概从来就没有见过 人类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动物 他闻到了三个人身上 烤蝙蝠肉的香味 已经把我们当成了蝙蝠了 只是他暂时还不能接受 长成这样的蝙蝠 而且他也惧怕火光 不敢轻易向前 他正在盘算着 怎么把这几个 到了嘴边的美味吞下去 见到我们三个人摔倒在地 他蹭地就蹿过来了 他的后肢又粗又壮 一跃就跳到了胖子的身前 可能他觉得这一只肉多一点 就准备先拿胖子打打牙计了 胖子健壮只好拼命地挣扎 他的双手在地上乱抓 想找一件武器 正好地上有一把烤蝙蝠用的刺刀 胖子顺手抄起来 一刀刺在草原大地塔的手臂上 直刺到刀瓣 那刀烤的时间久了 就像是一根通红的铁条 刺中了草原大地塔之后 鼻子里闻到了一股 焦糊的恶臭味 那只草原大地塔 在地下洞穴中横行无敌 哪吃过这种亏呀 又疼又怒 却不敢再咬胖子 他缓缓地向后退了几步 伺机再动 灼热的刺刀 捅过一刀之后 温度立刻减下来了 草原大地塔的鲜血 是刀身上面滋滋地冒着白气 胖子刚才一击得手 全凭着刺刀的温度 否则根本就扎不动它 我利用胖子击退草原大地塔的 剑系和鹰子 一个人一个 把那装有同男同女的君大衣包裹 背在了身上 但愿这两个小鬼可别再捣乱了 背上了殉葬孩童的尸体 我要弯腰把冲锋枪拿在了手里 明知这种百式冲锋枪的杀伤力 远远不足以击毙草原大地塔 但是关键时刻 还得指望用它抵挡一阵子呢 还没等我拉开枪栓呢 在我身后的墙壁上 突然弹出了一只爪子 直奔我的头顶拍过来 那爪子来得太快 劲头迅猛 我来不及低头 只好用手中的冲锋枪抵挡 被那只爪子一扫 拿捏不住 冲锋枪脱手就飞出去了 远远地落在了火光照射不到的黑暗里 原来在不知不觉之中 这墙壁上又爬下了四只草原大地塔 两大两小 那最小的也跟成人那么大差不多 很显然 他们也和先前那只一样 都受到了靠蝙蝠肉的香味的吸引 前来捕食了 五只草原大地塔 把我们三个团团围住 只要有一只带头扑过来 其余的也会跟着一拥而上 把我们撕成碎片 然后吃掉 好